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正经话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 来我们T台正经话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你好 欢迎收看T台正经话 我是代班主持人心话 带您追真相 今日最正经 要带您看到大选落幕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立刻请辞 中常委定夺到请辞待命 三度海豚弯这样子转弯 现在各套的剧本是满天飞 拖了四天基层的支持者 是不是看不惯歹息脱棚了 就在今天中常会正在举行 场外挺无反无各路人马 聚集在党中央前面呛下 中常会到底会未留还是准辞呢 我们交给现场记者运文 好 来看到是国民党中央的最新现场 因为现在正在召开中常会 但是中常会不对外开放 来看到是场外的部分 已经有很多的青壮派 到这边要求党主席下台 以及中常会必须道歉 来看最新的现场 除了这次青壮派闯进党中央一楼抗议之外 其实稍早在场外也有五路的人马 在党中这边抗议有分别是有挺无派的人 呛瞎青壮派根本不懂得选举 没有实战经验只想夺权抗争 另外又有这个台独的台湾国道场是刻意的要求要 卫留吴主席 嘲讽意味十足 你可以看到现场这个党内在开中常会 但是也因为败选的结果 让整个很多的人都在这边抗议了 那青壮派预计大概有 大概将近有四十到五十人 他们分别都说是解研之后的 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壮世代 要求国民党必须要改革 符合民意贴近青年世代 因为根据国民党今天公布的 这个检讨报告当中 就显示这个选举会大败有七大原因 当中就是包含了就是因为国民党 现在无法贴近年轻人 得不到青年的支持跟青睐 另外还有是关于韩国瑜 这个待职参选落跑市长等等议题 让国民党在这次的选举中才会惨败 所以看得出来这回国民党中央 在败选当中要喊改革 但是恐怕是举步维艰的 因为各方都有声音 那在中常会上大家关注的是 党主席吴敦毅的请辞的 稍早中常委们也都开了便当会 说这个吴敦毅请辞应该是陈定局的 因为没有什么人敢反对敢畏流 那之后请辞之后势必将会有 这个党团总招曾明宗来接代理党主席 那预计会在三月中进行代理新的党主席的改选 但是谁来接着新的党魁目前看起来 似乎并没有个比较明确的人选浮上台面 因为被点名的人马都目前都不太愿意表态 所以今天的国民党中常会看得出来 可以说是蛮混乱的状况 以上没有人最新 好 稍后如果这个病门会议结束之后 有什么最新进度 TTA正经话会持续带您掌握 首先今天跟我一起参论与讨论的嘉宾 在现场有台北市议员徐红廷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新北市议员黄俊哲 主持人好 大家午安 资深媒体人谢韩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屏东信员黄明贤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刚刚观众朋友还有现场嘉宾 看到了刚刚现场的画面 国民党前面选举已经结束了 而且从11号到15号今天 已经4天了 这感觉党内的撕裂 好像是越演越烈 甚至刚刚也有说 本来是我们的这个 深蓝的选民 跟青壮派有一些冲突 我不晓得说宏廷你怎么看 现在目前党中央前面的情况 我想再一次的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辞去 所谓的这个中常委 主要其实也是为了这场选举 做负责 而且在检讨我们在 过去去年一年之内 整个中常会身为 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 我们所做的决策 在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 虽然可能像比如说 大家可能知道我在不分区 我在所谓的总统初选的时程 跟制度上都有提出异议 但是最后我通常会仍然做了 这样的一个相对应的决定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呼吁中常会里面的同事们 也呼吁在我们中常会外面 以及中国国民党党部外面的这些同事 前辈或者是年轻的好朋友们 我想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最需要的是 我们必须一起帮这个政党 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而不是在为自己的情绪 找到一个出口 我现在看到了很多的相互的责难 很多相互的指责 很多挺谁反谁或者是这些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一点 我想这些大概都是什么 都是情绪上的投射 而非什么 而非理性上的去判断 我们在这整场选举的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哪些路线是正确的 但是因为行销的方式不对 因为传播的方式不对 因为品牌定位的方式不对 而出现错误 我们不用急着冒然的去否定 我们过去所有的一切 或者是忘记我们自己从何而来 我们是谁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重点是 整个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中国国民党 会在这个时间点 失去了一整个世代对我们的信任 这整个世代对我们的信任 是来自于党内的问题 还是党外的问题 是宣传的问题 还是产品的问题 还是行销的问题 都需要花时间去定调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我觉得情绪是最不需要的东西 我呼吁大家 让我们一起冷静的思考 我们冷静负责 找到问题的癥结点 然后对过去做出检讨反省 这才是大家应该要做到的事情 不过我相信 可能就是因为希望 赶快从败选的这个经历当中走出来 现在国民党一直喊说 要改革要改革 不过现在也出现一个声音了 就是说怎么奇怪 大家说要改革的 目前要为败选负责的中常委 他们可能要负责后续的改革吗 该被改革的人 现在自己要来改革 这一点是不是很难获得 就是党内的青壮派的信任 我们请明贤哥 明贤哥帮我们解析一下 我想从这次我们的总统大选的大败 这样子的得票数 还有我们国民党 整整输了260万 我想国民党的票是倾巢而出了 所以对我们这些 中南部的这些年轻的参政的 民意代表来说 我们看到的危机是 我们失去了整个年轻世代的认同 因为既然国民党的他所有的基础的票都出来了 但是依然是大败成这样子 那是不是我们国民党的论述 我们的路线都出现了问题 没有接地气 没有办法跟年轻世代沟通互动 从而失去他们的信任 我想这个必须是由党内 再经过这次党务主管总辞 我们的决策机关 我们的决策机构中常会 大家一个轮替一个改造 一个内造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重新的来党内的大辩论 为我们之后的论述来找到一个 很好的利捷点 好 我们先明显哥的分析和探讨 不过其实这整个的 现在国民党前面 中常会在里头开 外面在抗争 各方势力这个气氛轨绝怎么来的 我们要重新问你盘点 其实从败选过后 党主席吴敦毅 他原本说就要立刻请辞 后来又说交付中常委 最后又变成说会不会演变成 就是在待命的状态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 青壮派提出很多诉求 像是这个加一的阵营 就说吴主席不应该被喂留 那么这个似乎是目前蓝营 相对来说比较有共事的一个诉求了 再来吴思怀这个不分区立委 应该要辞去 不过这样的声音会不会对 黄复兴党部来说 这个既有的支持者来说 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再来还要吴敦毅辞去这个不分区 让这些可能在基层 比较有讨论度的谢龙姐 进入这个不分区的立委名单 这一些在中常会上会不会被讨论 也是今天的关键焦点 还有其实江启成 就是在昨天开了第一枪 现在截至目前包含蒋万安 还有刚刚在现场 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徐宏廷 这个徐议员 他们都已经辞了中常委了 并且还提出一个 其实蛮一个具体的架构 怎么说呢 他说要组成临时的决议委员会 而且委员的成员 要有民意的基础 比方说本党执政县市的县市首长 或者是政府议长 或者是立法院党团推举 一定以力的代表所组成 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标签给撕掉 就是说国民党的党中央现在很难倾听民意 导致变成这一次2020大败的原因 但是提出这样的诉求 还请辞了这个中常委 动作相当大 真的可以拯救百年的老党吗 其实现在大家就在来看 可是原本这个中常委 其实在去年10月的时候 应该就是要缓解了 但是碰上了大选 其实他们就是再度留任 所以2019年的10月原本要改选 但是在今年之后 要改选的时间点 其实也差不多了 1月31号就会再公告 2月初就会零表登记 那么3月7号 其实就是有中常委 还有党主席合并的投票改选 这个时辰 其实也有一些被指为是挺无派的议员说 他们现在应该不辞职 像是以姚江林为首的 他们就说应该现在留下来 我们要好好的把败选的残局 给收拾完再去做 这样的声音其实挺无憾 倒无大乱斗 持续在民进党内 持续在讨论 不晓得韩兵哥你怎么观察 这会不会又再一次的形成 一种国民党内的撕裂 对改革来说 这会有办法加速的进程吗 这样子非常激烈的抗争 其实在选前的时候 我就讲过国民党 不管这一次是选赢还是选输 恐怕选完都要分裂 因为其实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 世代之间的对立 跟整个国民党内部路线的 一个检讨的声让 国民党是今天才脱离年轻人 当然不是 他是脱离年轻人 已经超过20年了 才造成今天这样一个结局 只是因为这一次实在败得太惨 所以才开始有检讨声让 其实照理来说 上一次就应该要检讨 可是上一次大家把它归咎于换柱 把它归咎于马英九后期的 施政的问题 然后忘记了去检讨 去改善党的体质 又多拖了这三年多之后 你到现在再不改 我看国民党 几乎是等于没机会改了 那当然吴主席不应该被 为了我想这次共识 不管有人认为 我知道国民党内还有人认为说 其实不分区选的不差 或怎么样 但是你整个大败就是一个事实 所以吴主席当然要去负这个责任 而且我也必须讲 吴主席年纪大了 你这个时候 国民党的这么沉重的负担 还要压在他身上 你们觉得合适吗 是不是应该要换一个人来 他也为党承受了这么多了 何必要 一定要再去把这个重担 放在他身上呢 那再来吴思怀去辞去 不分区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吴思怀不是个重点 重点是其实我觉得 国民党要改是要改什么 你连黄复兴党部都要改 黄复兴党部都要改 其实如果你认为国民党 过去这一套已经行不通的话 黄复兴党部也是这一套 同一个模式出来 里头论资牌背的情况更严重 他每次推举的军系 也许某一些人很喜欢 认为他是大佬 认为他能够代表军系 可是实际上他跟民众 所以你这样是脱节了 所以难道只是把党中央 做一个表面上的整理 黄复兴党部不要改吗 各地方党部不要改吗 整个党的结构不用改吗 然后讲国民党过去因为有钱 而是说各个地方 大家都等着分 然后里头一大堆党工就是 就是单纯只是做一些 党工的工作 国民党现在应该要要求 第一个 你是不是党内 能够集中在党中央这些人 基本要有募款的能力 你要能够帮助党中央 而不是党中央来帮助你 国民党现在也没有资源 可以去帮助一般的候选人 然后你要由这些有战力的人 集中在党中央去做决策单位 当然你可以保留一部分的大佬 但这些大佬的人数绝对不能多 重点是他大概80% 90以上的人都要是有战斗力的人 然后有他自己有独立募款的能力 有去开拓选票的能力 要有这样的能力的人 他才能够知道民间在想什么 才知道外面的风向在带什么 你才能够随时产生变化 然后你的青年党部 是不是要去落实了 你过去国民党也做了很多 所谓的青年工作 但是真正落实在哪里 你们有真正走进校园吗 你们有真正走进网路吗 你们有真正走进各大论坛 去跟一般的年轻人 去接触他们吗 你们知道现在这个世代 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的语言是什么 老实讲 这一次选举 你看国民党很明显的 就是完全不知道 网路的风向在哪里 然后就是闷头自己打 然后关在党部里头 还认为自己 我记得到选前两天 还认为自己可以赢到60席立委 还认为自己会大胜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必须讲 这次也不只是国民党要检讨而已 包括我们这些名嘴 我们也一大堆人都预测错误 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检讨 每一个人都需要检讨 我觉得这是一个 刻不容缓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们再不检讨 老实讲 我们也就会被时代淘汰掉 我们很简单 我们预测错误 我们评论不对 最多只是以后没有节目 请我们去上 可是国民党是整个国家 不需要你这个党要亡掉 我刚看到有人贴一个清党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 过去清党是什么 是因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 共产党路线跟他的想法 很明显是跟原来的国民党 是完全不一样 当初只是联俄融共那个情况下 为了获取俄国的资源 所以才融共 最后造成清党这样一个分裂 国民党现在有路线的冲突吗 什么样的路线冲突 是不要中华民国了吗 如果是不要中华民国这个路线的话 那我必须说那国民党直接解散 就直接解散就好了 因为这个党存在价值已经消失了 所以如果你还是那一个中国国民党 你只是要把你的路线转变成 更能够贴近民众 那是一个论述的问题 那是怎么样去说服别人的问题 那是怎么样去贴近民心的问题 而不是清党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有人认为是要清党的话 那我看他自己应该把自己先清掉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些人不管你是老年一代的 或是青壮派的 或是很年轻的 新生代的 在党部门口吵是没意义的 现在中场会正在开 你等一下开出来结果再吵不辞 现在在那边前面闹闹闹 老实讲 我必须很坦白的说 这样闹是没有意义 只是让人家看笑话 你看台湾国马上来见风插针了 刚刚还没有节目还没开之前 熊你也讲得很好 照理来讲你们都是国民党的 应该老派的跟青壮派一起过去 先把台湾国那一派逼退才对 结果你们在那边互骂 让人家看笑话 国民党就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内斗内行 外斗万好 下来才会被人家看不起 国民党自己真的要欣喜